欢迎收看5月2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县议会定期大会宪政总质询 24号由县议员林郑福 针对0403灾后复原的工作 丰年节观光效应 南区部落聚会所兴建 以及仰滩造就离害油气新契机的议题提出质询 县议林郑福则是针对0403、0123灾后复原的工作 光临节带来的观光效应 周南区部落聚会所兴建 以及仰滩议题提出质询 看到我们台11线的道路规裂凸起 看到我们的乡亲在行车上都有影响到 所以这次的总质询 也希望我们建设处跟我们的公路段 能够一起协调 能够尽速铺设这个道路 这三天的封年期 那怎么带动这个人潮 我希望我们的圆明处能够比照 像我们的家练夏年华一样 能够怎么去吸引 让国内外的旅客 能够看得到我们花脸的美 那至于我们地方的一个部落聚会所 政府甚至于我们县政府一撒讲 一个部落一个聚会所 我们看到收封厢的一个聚会所 真的是只有三处 那我们本身这么大一个部落 就是七角川光荣部落 我们独顾处长是说 七月份可能会如期动工 那我也希望 结果如期动工 也带动我们收封厢的一个人潮 那至于凤陵镇 那凤陵镇目前都看不到 一个属于他们的机会所 机关用地 工业用地 教育用地 都可以释出 那本席应该是看到 是可能工所这里跟我们县府 可能没有达成这个协议 我也希望县府这边跟工所 能够尽速地跟去做协议 让这个五个乡镇 都有正常的一个聚会所 山滩车的一个景点 一直到我们的港澳一港 这延伸 刚才所讲的 山海机场 那边旁边就是我们的海水一场 那海水一场延伸到 激起的渔港 那既然铺设好了 养滩了 那再延伸到我们的 激起的九孔 私人场 那已经废除了 那我也是希望 跟我们的农业处 能够跟渔业署 能够协商 作为一个 离海的一个休闲地区 我们所讲的飞行山 那可以带动我们的人潮 经济 为什么 这些玩这些的飞行场或是我们的沙滩车 都是年轻人 那我们比较年纪大的可能都是跑的步道 或是一些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一个执行 让我们的县政府这边 不管其处 相关其处能够协商 协调 一起合办 从观光 严敏 甚至于我们的文化能够带动起来 县严林政府表示 海南县上海剧场周边景点和亮点 希望渔民处能够独家规划 部落建设则是养来者幸福团队用心和奴隶 虽然华林亭过的地震灾害 不过地方的建设还是要多加努力来照顾乡亲 记得专门华州老